大家可能现在还会有一个问题,刚才我们讲了很多的关于电路的体系与其他课程的关系,它的特点等等,这是会是一门非常枯燥的理论的课程吗? 我要告诉你,绝对不是这样的。 大家看,这是Apple在2013年发布的iPhone 5s。 那么iPhone 5s这样一个最前沿的消费类电子产品和电路原理是什么关系呢? 我们来看,学完了电路原理课程,你可能要在两个方面再继续学一些其他的课程,一个方面你要学信号与系统。 学完信号系统以后,你可以再学通信原理这门课程。 通信原理学完了以后,还有相应的一门课程叫做无线通信,这是信号处理这个方向。 除了信号处理之外,还有计算机这个方向。 学了电路以后,你要学数字电子学,完了以后会学计算机基本原理,也就是PDA的基本原理。 把计算机和无线通信结合在一块,就是一个iPhone。 也就是说,学完了这些课程以后,你就可以从根本上知道iPhone是如何工作的。 当然我需要指出,这距离设计出一个iPhone,还有很长的实际工程距离。 除此之外,大家看右下角这个图,这是一个智能电网的框架结构图。 关键的是这个,用户可以和配电网进行能量和信号的双向流通。 这是我们以前的电力系统所不具备的特点。 用户和电力系统能够进行能量和信号的双向流通,就使得我们能够更高效稳定安全的来对用户提供电能。 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跟我们的电路有什么关系呢? 类似的,一样有两条路径可以选取。 学完了电路以后,你可以选电力电子技术,然后再学储能技术,然后再学可再生能源技术。 另外一条路,你需要学习电力系统分析,还需要学习高级能量管理。 把这两个部分的知识都学完了以后,你就掌握了关于智能电网的最核心的要素了。 看吧,电路这门课程和你未来的能量处理和信号处理的实际应用是息息相关的。 好的,我们这一讲就到这里。 感谢观看